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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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我們以為它是整個銀河的東西 原來是一群東西 這樣也不奇怪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天文學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不停地在上面好像浩瀚的海洋 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種類的東西 首先你說如果我們人肉眼看到最光的那個 就是太陽 它都是一顆星來的 不過特別近我們 另外就是反射太陽光的月亮 它就自己不發光 但是它反射得夠多光 所以它都很光 於是很多其他星大部分都是 你不要計算那些火星木星土星 它們都不發光 它們都是反射太陽光而已 但是你不要數這些了 你再數遠一點 在我們太陽系外的東西 通常都是的 比我們看到的都是它們自己本身發光的一些天體 那我們就會問了 應該外面有很多更加大顆更加複雜的天體 它們光過太陽 還是暗過太陽呢? 當然我們知道很多是光的太陽 太陽在整個的宇宙裏面 不是大東西來的 很小顆的 其實 有些是說隨時是比我們的太陽 是重上千倍 萬倍 億倍的天體都有的 所以我們可以問 我們現在找到紀錄為止 最龐大 最光的一個天體是什麼呢? 這件事我們不停地都在探索 但是在這個星期 其實就有一個挺有趣的新聞 就是一個我們原本沒有想到它原來是這麼厲害的一個天體 原來它是很厲害的 所以就有一個叫做 就是我們現在發現到 破紀錄的最光的一個天體 就我們現在證實了出來 就由一班應該是澳洲的天文學家那裡有份去確認 那是怎麼勁發呢? 這樣的 它呢 整件事 你就不要想 一件事 那個星就給太陽大一千倍 那就大一些了 我給你盡量大到整個太陽系那麼大 現在這件事誇張得怎麼樣呢? 它是銀河系級數的 它在中間那裡又發光發熱那裡含含聲的那個位置 非常多信號發出來 很光的那個位置 那個覆蓋是非常之大的 大到就是怎麼樣呢? 可以將我們這個太陽系 和我們旁邊的幾個太陽系一次過包起來了 就是說它整個中間那個範圍再連著周圍 就是整個中心發光的位置 已經是說的是橫跨了好幾十光年 以百光年計這麼大的一個範圍 裡面你放到很多的太陽系 放到一堆東西 它的中心是一個超級巨型的黑洞 它這個黑洞每天都不停地吸東西的了 它每天吸的東西的份量是多少呢? 就等於我們的太陽那麼多 就是說這個大怪獸 它這麼大件的這些巨無霸 一天吸一個太陽 所以這一種東西是很有趣的 它不像我們一般看到的天體的 我們平時就是一個太陽很穩定的天體 它自己的萬有引力 和自己給出來的那些向外的壓力 就是從核聚變給出來的壓力就平衡了 讓它們維持了一個固定的大小 這個固定的大小就不是很大而已 你想一下就像我們今天看到太陽那些那麼大 或者是一個範圍是一千倍範圍以內 但是現在它有一些東西就是大到銀河級數 但是我們離遠看的時候就只有一顆而已 平時我們如果看到那些東西是一個銀河 我們遇到它有一個銀河的形狀 就像一坨東西一樣的 那一坨東西裡面就有很多一點點的發光的星組成的 但是現在這塊東西不是 它自己整塊東西就是一塊過 就是一塊發光的東西 但是它這塊東西就是龐然巨物 就巨無霸 有整個銀河這麼大的 所以我們給它一個名字 我們就叫它做 Kraser 濾星體 它就好像是一顆過的東西 但是它一顆得來是巨形到整個銀河的東西 就是說它竟然是一個 一顆過但是有銀河這麼大的一個這樣的天體 那就叫濾星體 這些濾星體它有一個特色的 它就是通常在這個宇宙裡面 比較早期的時候去誕生 而且它是過了某一個年 就是過了一個時期之後 你就不會再找到這麼龐大的濾星體了 就是說它對應著在這個宇宙比較初期 裡面的物質還是比較輕的時候 就有利去產生這些龐然大物的 它的光度 這裡我都說不出一個的數字 但是以它的級數來算 應該就是有史以來最龐大的 但是它不是最新近才發現的 因為這麼光的東西 我們照計很光很容易看到的 而是因為在我們以往發現的時候 它那個擺向 就剛好就是擺在一個旁邊 就是它不是整個pizza這樣 給整個面子給你看到 令到你很容易看到它 曬整個荷包彈這樣的光 而是它整個東西擺到它旁邊 就是找一個旁邊來對著你 所以我們不以為它不是很光 但是當我們確認到它整個結構 原來是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當我們知道原來它旁邊 都已經是有這樣的光度 或者是猜到它正面的話 一定是光到不得了 這件事就是這樣去確認它出來 就是它是一個 已經在30年前已經確認到 在120億光年以外的一個天體 它在這麼遠也都證明了它本身 也都是很早的時候就形成了 但是現在今時今日 我們重新再審視它的時候 就知道它原來不是一顆普通的星 而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類星體 它的復原非常之廣泛 而中間的那個黑洞也是超級大的黑洞 但是為什麼那個黑洞 就是會和這個這麼光的物體 會構成一個整體 對了 黑洞自己本身是黑的 但是它因為吸力很厲害 而周圍也這麼巧有非常多的物質 在它旁邊的時候 於是乎是周圍那些物質 臨跌到下去的時候 會不停地被加速 於是乎就發出很多的電磁波信號 所以這些類星體 它不只是發出那些我們可見光這麼簡單的 它同時間發出很強的其它高能量射線 所以我們如果去研究這些類星體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覺到它發出很多很高能量的信號 而且那個量也很多 除了這件事之外 這個類似還有什麼厲害的電磁波新聞呢? 是的 你說如果純粹找到最光的那顆星 都純粹就是好像雜游一樣 就是破紀錄看到一件新的東西這麼簡單 是不是? 但是又接著下來一兩單 我覺得真的能夠豐富到我們 對於我們的銀河系和太陽系的消息 去跟大家分享 現在台長在這裡展示出來 你看到好像一條繩子在那裡 有個波浪 我們看到我們海洋有波浪 因為整個海洋有很多連綿不絕的水分子 一個連一個 於是乎 上面有東西移動的時候 你可以令到水有那些涟漪波紋 一直這樣擴散出去 其實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的銀河系都是這樣的 我們的銀河就是很多這些大大小小大質量的物質 在那裡患有引力互相牽引 於是乎我們譬如有一頭在那裡坐的時候 就會有個波浪有個涟漪漫延出去 那為什麼我們願意相信有這個現象呢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自己的銀河是一個漩渦的形狀 有很多條船臂在那裡 之所以有這些船臂 就是很對應上面有一些機械的震動 有些波浪在上面 但是我們其實一直不知道 一樣是什麼呢 這些波浪其實是不是已經停了不再動的呢 那如果這個銀河本身 他當初形成的時候是有波浪 但是他們後來就是 不知道什麼原因 可能裡面的物質已經凝結了 令到他們再跟外面其他物質不再溝通 不再手牽手的時候 那他們基本上就斷了聯繫了 那所以整個波浪的圖案 就好像拍了一張照片就會停了在那裡 那除非你有新的證據證明他們原來還有一個牽引在那裡 而剛剛這個星期 就其實去到又是 由哈佛這個Smythsonian center 他們觀察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銀河系數據 來公佈了確認了一樣東西 原來我們這個銀河系這隻荷包彈 依然好像一面其次或者一張藏單隨風飄揚 在這個宇宙空間上面擺下擺下的 他就集中找一下在我們太陽的這條船臂裡面 在太陽背景附近的那堆星來去觀察一下它 當然也都要在我們銀河系裡找一些 將近在就近在同一個範圍的星 我們很小心地追蹤它的運動 很微弱的 你一定要很靈敏才能看到的了 因為我們整個銀河的運動是以萬年 以億年這樣去計算才能看到它去動的 如果你要在一個短短十幾二十年的時間追蹤到它去動 你那個動的程度很少 所以你需要一個很靈敏的儀器來追蹤它的位置和速度 我們就是由一個GAIA的這個project 去找回我們那幾顆星的它那個運動 我們就追蹤到原來在這個銀河系的其中一條船臂上的 其中一堆星 它們就在那裡好像一個波浪一樣一直在動的 我們是第一次有證據看到我們這個銀河 是在這裏踏踏踏踏的 那這個踏踏踏踏 你會覺得看到踏踏那怎麼辦呢? 但是你可以問 為什麼會踏踏呢? 最初是什麼讓它踏踏呢? 其實我們不是很有效的解釋到的 現在沒有什麼學說可以很準確地解釋到 為什麼有這樣的波浪 有人就說是因為它先前和其他的銀河撞過 雙撞完之後剩下的震動來的 那這個是一個可行的學說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我們當初去觀察銀河系的時候 其中一件最引人入性的就是 銀河系照計要有暗物質 因為如果沒有暗物質 我們不能夠理解到銀河系那些星旋轉的那個形態是怎麼樣 為什麼會形成到這個旋渦狀的形狀 這樣去旋轉 為什麼外面的東西可以繞得這麼快 外面的東西轉的速度可以跟得到裡面那些 為什麼可以比我們想像中快呢? 我們就加了一個暗物質的解釋在這裡 現在我們看到了 我們看到其中一條旋被震動的時候 這一幫這樣的研究人員 立刻把這個震動的形態 放在暗物質進去做考量 得出來的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觀察這些運動裡面 不是很需要有暗物質的假設的 其實在前兩三個星期我都提過一提的 也都越來越多的天文學觀測證據 就發覺我們銀河系那個暗物質的假設 沒有以往的需求那麼強的 現在似乎就是說最新的觀測數據告訴我們 又是來自Gaia的這些數據告訴我們 銀河可能都需要有暗物質 但是不會需要以往那麼多 不是說19倍那麼多 而是可能兩倍就夠 現在的趨勢就是說 我們對於那個暗物質的假設 會不會受挑戰呢? 會不會就是一路再下去的時候 發覺越來越不需要暗物質的假設 整個東西都顛覆了呢? 現在不敢說 但是趨勢突然之間就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在那裡 所以這個這樣的觀測 我覺得很值得繼續留意下去了 它不只是告訴我們銀河原來會搖 而是可以進一步未來再鎖定了我們 關於暗物質的研究 這個我會再繼續留意下去了 另外一個也都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應該發現了一些新的 太陽系的新知識 小朋友可能都會問的 這個太陽系外面有些什麼? 你說可能去到銀河 周圍其他的太陽系 但是未去到的時候 中間有些什麼呢? 其實沒有什麼人可以回答我們 我們的太陽 由中間一路一路數去外面 你就數八大行星 你八大行星數完 你就可以數一下剛剛被踢走了不是很久的冥王星 甚至冥王星以外也有些冥王星大大小小的一些 冰質的一些圍繞著太陽轉的一些 叫做矽行星的一些物質 是有的 有些名字很有趣的叫做Far Out 有個叫做Far Far Out 圍繞的周期可以去到800年都有的 我們除了去找一些星之外 也發覺其實很多 因為越去外面就越散修修的那些東西 去到冥王星以外 我們有個去命名的地方叫Crupper Belt 叫古伯大的地方 那裡有很多塵埃 甚至乎是瑞星的家鄉 很多的冰粒在那裡 這個是我們的自己的假說 還有很多的塵埃被太陽推到這個位置 所以現在我們很期望 我們有一些人造衛星發射上去 給一些數據告訴我們 我們預期這個古伯大 就不會是很厚的 我們現在有些數字可以在這裡說一下 我們地球離太陽的距離 為之一個天文單位 冥王星離太陽的距離 就比我們地球多40倍左右 39、40個天文單位 因為冥王星的軌道橢圓形的 有時近些有時遠些的很麻煩 現在我們人類文明發射到 去到最遠的那件事 航行者1號、航行者2號 130個天文單位 那有沒有東西都發射了很遠呢? 就是這次去給數據 我們這個叫做New Horizon 由美國太空總署負責的這個計劃 它已經發射了上去幾十年了 它就現在去到60個天文單位 就是說又是冥王星軌道以外 但是就一定追不到航行者了 航行者呢 它就沒有一個能力去幫我們探索太多 就是關於在古白帶上的那些東西 因為它放上去的儀器 不是很適合去探測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也要放了 給了另外一個New Horizon上去 它就反而拍到比較多周圍的那些 就是周圍的狀態 那些大大小小的兵塊的密度是有多少 那很有趣了 給了一個新的知識我們了 我們一開始以為 在冥王星軌道開始 四十個天文單位那裡 一直到五六十個天文單位那裡 那些這樣的塵埃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會越來越稀疏 越來越少了 但是現在發覺 由New Horizon給到的數據不是的 去到八十都還有 就是說我們原來太陽是外面 蓋住了一個更加厚的棉皮 更加多的塵埃 那個物質分佈比我們想像中更加多 只不過那些東西是更加暗 更加細粒更加細碎 我們沒有辦法看得到 但是我們一定要放一件東西靠近它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它存在 其實從這裡很引申到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天文觀測 去看一些又細又軟又暗的東西 其實是很不聰明的 我們以為它沒有在那裡 但是原來有在那裡 我們一直都不發覺 太陽系可以是這樣 會不會最後發覺整個銀河系都是這樣 那些原來很多我們以為 不存在原來其實存在一些暗黑物質在那裡 不過就不是我們想得那麼科幻 要想到它用到粒子加速器來幫我們找的暗物質 會不會其實只不過是一些普通的物質 原來我們就一路數漏了這個意思呢 那似乎這個趨勢就越來越多這些數據 那我不敢說最後那些 譬如說整個宇宙論或者解釋銀河系裡面 這個黑暗物質這個假設可以完全扔走 但是似乎就是我們依然發覺 有很多天文的工作可以做就是 幫我們將那些以往明明是很平常的東西 數漏了的東西慢慢去數回齊去 那我就覺得在這次這一節裡面 無論在銀河系的層面 在這個太陽系的層面 我們都會有更多的知識來去數齊 我們應該有多少物質在我們的周圍 我們這節在這裡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神秘的夜第一節 那麼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那麼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情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這個叫做Shift 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ift Shifter 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ift 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這裡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每個人都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你追求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對不起